主席各位同仁陈主委 以及这个吴副主委 以及这个黄副主委 各位长官 那主委你先请坐 我们先请农粮署 请农粮署长 黄委员你好 署长 先请问您一个事情 什么事呢 这几年来 国人的米食的消费 一直在下降 下降的比日本还要多 那在这个情况下 农粮署的立场是什么 是持续看着它下降 还是要推广米食 我为什么会这样问的原因 是因为 事实上国内的粮食供给是不够的 严格说起来 依照现在人口是不怎么够的 只是因为我们现在的饮食习惯 就改吃面粉 面包啦 这个面类 面食类 因为米食就减少了 那以这样子的情形来讲 这样的一个消费习惯 这个农粮署的这个立场是怎么样 要打算怎么做 谢谢委员 基本上在农粮署这边 不希望这个稻米消费 讲得太快 因为稻米对我们整个水田 然后农民的经济影响很大 当然啦 所以我们采取几样 那这样这段时间的以稻农来讲 它的人口跟我们稻作面积来讲 跟稻米的产量来讲 的情形如何 你可以告诉我 我们在民国64年的时候 稻作面积那个时候有79万公顷 产量有270万吨 可是到了去年 产量剩下120万吨左右 那这个 减半 79年是279万公顷 对对 64年的时候 最高 那个时候最高了 那最主要是 275万吨 到去年是26万公顷 26万公顷 这个120万吨左右 对 那会产生这样的原因 大概有三个原因存在 第一个是大家的消费量减少 减少不止一半 其实说从早期140公斤到现在 看你比较鸡嘴的什么 这大家都知道 第二点 就是因为改良场所 对于改良品种 把这个产量提高到 三四成以上 第四个就是我们要 叫WTO要进口稻米 差不多144720公顿 影响稻作面积有三万公顷 所以整个这个面积 会被逼迫下来 那现在刚才委员提到 那我们怎么来处理这一块 那基本上 你还希望说在推广米时呢 还是这个顺应市场机制 对 对呀 坤主委员报告 我们一定要从小 还是用来养成的米食 因为你里面是一样 我们知道 那你们要怎么做 对 第一个 应该有午餐 学校宣导 对 应该有午餐 学校宣导 我们应该有午餐是半价给 第二个 半价给的 半价给学总午餐 第二个就是我们对于米的品质 一定要毫米 大家吃毫米 所以我们在十大经典毫米 包括我们在这里 礼拜五 礼拜六 礼拜天 都会一个米的博览会 把经典米让大家来看 而且让大家品尝 是 等等 还有我们在这个整个米食加工部分 也在开发 比如说我们在看麵包里面 能不能加一些米食的这种制品等等 这讲很久了 你看什么米食汉堡啦 什么东西 可是也没看到一个比较具体的成果 这个是要让国人 他这个米食习惯能够维持持续下来 对 这个是需要时间的 因为像日本也是在做这种研发 但是呢 取代性不高 老实讲 所以因为整个 红培的因素 还存在里面弱乱问题 所以实在有在添加 但是比例不高 看样子好像你们也提不出 比较有具体的 比较能够提振的 可以如果你跟日本比 日本人的米食的 这个消费量下降没有我们这么严重 日本跟我们是一样啦 它是下降的很快 就是它的幅度 比我们低 因为本来日本就是米跟面小麦 他们都栽培 我们这边是没有栽培小麦 所以整个日本在 这个米食这个趋缓度 是比我们还慢 平缓一点 对 那怎么办 这个最主要还是要这个 米食的这种宣导啦 所以在这个部分 所以你们会来年 你看9899年的这个预算 有多少宣导吗 还是有有什么样的方式吗 在明年啊 我们在 当然这个米食经货里面有好几笔啦 最大一笔是在那个 农业 进口存在基金里面 有关于米食整个宣导 米食的专业区 米食整个 这种 它的 这种竞赛啊 都在这里面 好 署长谢谢 现在请出位 出位你休息一下 现在来 出位这样好 出位 是 黄老爷 你好 这个署长讲了很多 那您的看法 政策性 在这个事务性的工作 署长已经跟大家解释的非常清楚 在政策性你们要怎么做 才能够提振这个米食的消费 是 这个 提振米食 还是基本上 从国民的消费习惯 懂的 我们都懂 那有没有具体的做法 农委会 具体的做法就是 刚才署长讲的那些 具体的做法 办推广会啦 办了 然后这个 这个在米食精致化啦 烹调方法 营养午餐 还有没有 对 你总是不能够拿一堆米 叫人家吃啊 你要不吃啊 对 就是刚才讲的 就是这种办比赛 办促销 然后办米食文化 因为你看喔 过去署长讲的这些 政策工具 都用过了 而且持续在用 可是我们看到这个趋势 就是这样子 那你从那个角度来看 产销嘛 那你生产面啊 跟供给面 生产面 你有没有 生产面跟消费面 供给跟消费 生产面 有没有在持续在 在让稻农再继续离开 离业 有没有 离农的 离农 离农啦 那那稻农呢 离农的 稻农的 离农 现在我们是 农业的工作面积 水稻的工作面积 有没有在持续在减少 现在维持差不多已经是一个 稳定了 差不多稳定了 对了 现在在 好了 那我就知道稳定了 那我们技术又在提高产量的 单位面积的生产量又在增加 可是国人的消费量降低 所以现在我们 那怎么办 我们在政治上是 原外 援助外国 粮子米 提高米的品质 让它的单价提高 懂啊 可是 这方面我们做的算 各实验改良场所 他们所培育出来的还算不错 对了 那你还是没有针对我们的问题啊 国人的消费量 那这么好 粮子米又这么多 可是国人都不爱吃啊 因为我们自己讲 多粮子 可是你要不爱吃啊 怎么办 好 这个东西 你再给我一个书面的啦 好 另外一个问题啊 明年四月份 就要这个 这个市场的 这个 这个鸡肉啊 来署长 谢谢 这个 这个屠宰 就没有办法 这个活体的鸡 的屠宰 如果这个经济部继续 也这个 这个强力的 这个做法 继续做下去 那么 你们的策略 是怎么样 怎样辅导鸡农 是 简易的屠宰场 有设的吗 还是 消费习惯 就又牵涉到 国人的消费习惯 消费习惯有改变了吗 是 你没有怎么做 消费习惯 但整体来讲 它是已经很大的 这个改变了 像白肉鸡的部分 可以说已经几乎是百分之一百 都是经过这个 电宅 电宅 那现在 谈的这一块 大部分是这个 土鸡 就是说有设计 对对对 好 结果呢 对 你们怎么做 那这一块呢 来得及因应吗 会不会 现在有没有办法 未雨绸缪 不要现在说 除了八八风灾发生之后 大家把所有的注意力 所有的资源都完全放在灾后附件 是 日常该做的 或是可以预见 将来明年可能发生的 这些 一些农业上的公共政策的问题 对 这一点 有没有 你们有 未雨绸缪 预作准备了吗 有 这一点 我们在 这个分数好几块 一个是传统市场 简单 最重要那一块讲一下就好了 那 最重要的还是在 这个外面的 大型的这个 独栽场 这个部分 事实上传统市场 它占的 我跟你讲 如果消费者想要吃 不然没有那么宅 如果消费者不想要吃 他怎么样 还是要用生鲜的 对 这个委员讲的 那你消费习惯 有没有办法改变 跟民事一样 对 那这一个 这个消费的习惯 跟我们通路也有关系 现在在大卖场 或者是我们 已经用 合华的 电动独宅的这些 对 已经起来二十几家 那么这一些 明年四月开始 全面实施的时候 农委会 有没有信心 可以这个 这个不会造成一个 社会问题 或基农抗争的 或市场的 这个摊贩抗争的 对 现在比较有大问题的 是在传统市场 这个部分 但它占的量 不是很大 它只占百分 对了 这就业人口影响很多啊 它就业人口是几万的 对啊 对 所以这一块 是我们要跟经济部合作 经济部 我知道要横作 对 半年前都 一年前都知道要合作 现在合作 现在新的部长上来 他也 我会跟他 报告过这个事情 那他也知道 要怎么样的 我只是 主委 大家其实先 先给你做一个预告 如果说真的 在发生一个社会问题 我想立法院 我们这些委员 大家都有选民的压力 了解 就是说到时候 基农的抗争 势必无法避免的时候 那你们到时候 政策会面临着 政策成败的这个责任 好不好 好 另外一个问题 这个 有机农业 你们的报告里面说 扩大实新有机农业 可是最近都发生 这个有机农业 是假的被验出 有农药残留 是 怎么办 你们怎么样 确立 其实有机农业 是不容易的 不容易 你要这个这块田 周边的污染 或怎么样 都要能够防止 真正的有机蔬菜也好 有机的这个 农作物也好 不是那么简单 是贴个标帐 我觉得我们台湾 怎么那么多有机的 扩原报告 是不是我们标准太宽松 还是上下交箱整大 没有 绝对不会 绝对不会 这次戳塔道的中兴米 它是我们主动戳查 主动戳查 被动检与就严重了 主动搜查不错 主动搜查 还是存在战的你 不过这个跟原来报告 这个是我们的责任 我们既然核挖 有机标章 我们就要确保 它真的是 维护那个信誉 对 那如果真的 这个其实我们真的很 台湾这么地下人稠 能够维持这个有机田的耕作 其实不简单 那也希望说我们是期待多余 这个苛者 可是问题是说你如果没有办法 这个维持这个有机的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对消费者对有机农作物 或有机农产品的信心的话 这个绝对要 坦白讲 这个政策也会面临的成败 也是在您身上 是 最后一个问题 这个农药 大家其实经济部 经济部都非常的对 对农 最后一个问题 农药的进口 农药的进口 国产农作物的农药残留标准 跟进口农产品的农药的残留标准 不一致 农委会会不会跟经济部协商出一个一致的 或者跟卫生署协商出一个一致的标准 是这个问题就牵涉到美国 我们原来加入WTO的时候 谈判的过程里面 好 别担心 那你就给我们书面 这个部分跟委员报告 我们跟卫生署 还跟美国 大家在努力解决 你不是把国内的放欢 就是把国外的标准趋延 就是这样子 对对对 标准要一致 对 政策不标清楚 对 OK 是 谢谢主委 好 谢谢王委员 谢谢陈主委 好